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旺旺忠实媒体集团今天发布民调, 直2020年总统大选,台北市长柯文哲如挑战大卫, 支持度与看好度都居观,俨然成为台湾最大卫。 民进党市长参选人姚文志表示, 有些特定媒体的民调,都是为了特定对象服务, 大家可以自己填空。 姚文志今天于Notch咖啡受访,有记者问, 民调指科文哲声势锐不可挡,挑战2020年总统大卫都不是问题。 姚文后先问哪一家,媒体回应忠实,姚则表示, 有些特定媒体的民调,都是为了特定对象服务, 大家可以自己填空,这些事就别再问,大家都清楚。 有记者问8月份党中央进驻,是否有拟定何种战略? 姚文志则说,8月3日授旗当天有提到, 北市应该更多政策讨论,不管是都市发展的各项政策, 蔚来会陆续提出一系列主张, 他强调,回头看整个选举,只有姚文志在提政见, 没有关系,希望柯丁加进来辩论,让选举更有水准, 判两人真的是为了北市讨论,而非只是政治口水。